30液體在一個容器裡面灌水 然後呢像這個樣子所顯示 然後問我們甲乙丙丁物 這五個地方的壓力大小關係是如何 那麼首先我們曉得 這個叫做靜子的液體 靜子的液體的靜水壓力的公式叫做P的HD 就是深度要去乘以所謂的液體密度 大家要注意深度指的是要到自由液面 所以丁這裡 它的深度不是算到這個卡住的地方 這裡被擋住了 它不是自由液面 這個液面要算到我們的甲這個地方 這才是所謂的自由液面 所以呢這才是它真正的深度的計算 那不管如何 那我們看到這個圖裡面 我們可以了解 我們可以用老師所教的連通管原理 老師教連通管原理叫做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所以呢 乙丙物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乙丙物的壓力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C跟珠都是錯的 物會等於比 乙也會等於比 然後呢 那麼甲跟丁呢 也是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甲跟丁的壓力呢 是一樣的 所以選項A 甲等於丁呢 是對的 那麼丁跟乙的比較呢 因為我們的甲會等於丁 所以呢 甲的壓力就是丁的壓力 然後跟乙來比較呢 那根據我們的公式叫做P等於HD 所以呢 如果深度越深的呢 它的進水壓力就會越大 那麼乙會比較深 甲會比較淺 所以呢 乙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應該乙大於甲 也就是說乙大於丁的意思 所以呢 根據這個分析了解之後 我們就知道 我們這題的答案呢 選擇是A 甲等於丁 這個圖上面顯示的是 乙丙物的壓力一樣大 甲丁的壓力一樣大 那同時呢 甲的壓力呢 小於乙的壓力 所以我們第三十一題的答案呢 我們選擇的是A 甲等於丁